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纸品买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rk系列之Spark号,我是主讲人志哥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学习的字典呢有如下四个 分别是为什么要学习Spark,Spark和MapReduce的对比,Spark框架体系和Spark下载 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我们千锋大数据学习营的QQ群 这篇里边呢有老师为大家讲解和平时有海量视频分享给大家 那么OK,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学习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的是如何下载Spark 接下来呢首先第一点我们先打开当前的一浏览器 然后我们进入到Spark官网 Spark.apache.org 然后在左上角download的这个位置我们选中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一个解释说明 这个位置呢有当前对Spark下载的一个说明 同学们分别有什么呢 有当前下载Spark的一个版本 Spark现在所支持的当前Hadoop版本 除此之外一个Spark的一个具体下载 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呢进行一个Spark选择 除此之外呢下面呢还有对当前Spark的一个说明 包括我们Spark靠用的版本是2.1 当前版本呢是2.4.1 那这里我们如果下载呢非常简单 在当前这个位置Spark Release这个位置呢 可以选择下载方式 这里呢当前官网提供了2.41和2.23.3 那我们现在主要使用的版本呢是2.20 但是官网这个位置并没有提供 那此时我们应该找哪里呢 我们找下面那个位置 这里呢有对当前Spark版本啊 和以前Spark版本的一种下载提示 那我们选择后边可以变蓝色选中的这个位置 那我们在这里点击一下 此时网页就会跳转到当前所有Spark所出现的版本 那在这里呢找到我们所向使用的2.20这个位置 选中当前2.20 然后在这里大家也看到2.20一些下载 包括Spark和R 包括Python的Spark呀 包括下面呢 那我们主要选择哪个地方的下载呢 我们主要选择下面的这个位置下载 下面的这个位置下载 那么在这里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Handop集群的进行一次下载 我的Handop集群呢是当前的2.7 所以呢这里我所选用的是当前2.7的Spark支持版本 如果你是2.6的版本 那同学们呢 可以下载上面的这个Spark和2.6的版本 所以呢这里我们我选择了2.7的下载 点击一下这个下载啊 点击 然后此时呢 它就会弹出一个下载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将当前点TGZ的一个下载包下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等待其下载完成 等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当前的Spark呢 就已经下载到当前我的桌面上了 同学们 就是当前这个压缩包 那么这个压缩包下载好了之后呢 我们会把它上传到我们的集训当中 将其进行解压 进行环境的配置 那在接下来的学习当中呢 我们就会学习如何配置Spark环境 那OK 今天我们的Spark的下载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欢迎大家下次收看 πά 谢谢大家 و 终发burn